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賽事就是來到12月22日 跑星期三的菊草夜馬 今次的真飛馬定離手 有兩場重心意重彩 和大家分享 首先說了頭場 第一場是跑五班的1650米 在這裡選一隻A膽 要一隻一號的日日靚 和大家看一條片 看看它上次跑得如何 上一次上陣的時候 就是跑菊草的千二 班次方面是四班 可以留意著它是六檔起步 出閘 看一看給大家看 它的雜傷反應已經可以 繼續看下去 已經連續兩次 在四班尾揹著輕磅 跑田草的千二和 匹片這場是菊草的千二 它可以交到一個很強的 不斷追世上來的 特別在這場 因為看到了 現在在早段的時候 它留守在位置 基本上都留守在尾三 在貼欄那裡 然後入到直路之後 它也是拼得幾出去追趕 最後跑過追快的沒段時間上來 追到第五 現在它繼續留守在尾三的位置 一直穩住遮擋 有一點搶口 我覺得這兩場是因為馬本身已經是 這兩場 但是如果要硬抬到最厚 就會令到有少少人馬角力的情況 這裡輕微搶口 轉彎的時候 也著意想盡快 看看能否拿到外面的位置 看空 什麼都蠻好的 有位置 好了 進來直路 現在就在最外欄方面 我覺得虧得都蠻重要的 轉彎 結果追世我也是十分滿意 不過沒辦法 始終四班的對手 絕對跟在五班是不一樣 好遲都入了鏡 然後跑過快無段時間上來 跑第五 賽後也是減了兩分給他 所以今次40分可以跑回五班 我覺得是很有班底的一匹馬力 第一次落到五班 今次一落班 立刻增程上來 跑回1650 過往都是贏過這個路程 加上那一檔 我相信都會很好跑 早段不要留太後 就不會搶口 我相信 憑我班次 很大機會在這裡 end corneroser 立刻贏 A膽要到一日日禮 B膽要到七日日日! 又在其成 看看上一場 Jahres 上一場是跑同程的七檔起步 出閘 停一停 有少少是失了先機 繼續看看如何處理 過往這匹馬上季開始在香港服役 整體來說 跑得比較接近或好一點的跑法 都是希望它是跟前的 但這場沒辦法 出閘的時候慢了 強行騎上去 現在走著三四碟 看到圖程一半 都覺得好像沒什麼機會 因為一來 我認為匹馬最佳的跑法是放頭 結果出閘不夠快 慢了之餘 全程都蝕毀勁跑 一直在外面蝕 結果最後走勢力也不算太差 現在準備入到對面直路 勉強叫做埋到二碟 一個有遮擋的位置 但始終留在六七位 中游的位置 本身都不是它很擅長的跑法 例如說到今季 它在季初曾經試過有一波同程 跑到第二 都是沿途跟前的 其後再出轉跑來地 前一場沿途流後 一些走勢都沒有 這場也算是留在中間 現在又出回三碟 入彎的時候 結果是一個挺多跑錯 我覺得都跑得很虧 在這些情況之下 最後進入直路 仍然還有兩腳 這場的頭馬就是現在 Boxet E的迷雨 沿途也是省得盡 然後有灰馬中檔的快利堡 跑第二 又在其成 用到不適合的跑法 再加上是 蝕到不得了 最後也是可以 力補這個趨勢 我覺得已經算是不錯了 所以今次去到再跑 配搭方面 由楊明倫換了莫雷拉 因為楊明倫騎了我的A膽 其實一天 希望今次又在其成交到莫雷拉跨客 希望早段出閘的時候 可以快一點 如果可以進佔得到 比較主動的位置 都是很大機會贏馬 所以BDM就是7號的又響其成 然後數到配腳 8號的堅尼地 我也想能重新 除了看現在的評分 都差不多減夠了 加上它的跑法 今場來說 其實前置馬方面 不算太多 可能就是剛才我提到的 又響其成會放 另外就是堅尼地 和轉頭另一批配腳 都有機會會放 步速方面 應該會比較慢一點 堅尼地 因為他過往硬留著來跑 又會有點搶口 近那兩批都是 所以今次 如果沒有馬特別快 沒有馬想走 不如他試試自己組斷 積極一點 始終糾當 不如壓過去 盡佔在放頭 又或者二碟擺前 那些位置 應該會挺好跑 希望他的評分減夠 今場都有些表現 配腳先扔掉 8號堅尼地 最後一批配腳 剛才也提過 估計是會前置的 就是10號白露盛誓 看看上一場出閘的反應 九檔起步 白露盛誓 好 出閘 停一停 其實不止看片這一場 今季也連回 雜傷反應很快 看到這裡 OK 不過可能能力有限 又或者他的榜仍然未夠輕 所以之前的117、119磅 只是能夠擺前之下 跑些4455 今次其實檔好很多 三檔起步 預計他也是早段 繼續快 加上今次用潘明輝 減多2磅 背著1、1、3磅 就會是挺好跑 希望今次可以受位 過晚的報速 繼續快閘的話 配角都要預改 給他就是10號白露盛誓 頭場跟大家總結了先 A膽1號日日靚 B膽7號又在其成 兩匹配角要到8號堅尼地 和10號白露盛誓 講完頭場 接下來就講第8場 第8場就是跑2班的1千米 A膽我需要5號的精靈勇士 看一看片 上一次谷草日馬這場的1千米 跑得如何 留意著他排著三檔起步 就是精靈勇士 出閘 看一看 他的雜雙反應已經比以往 沒那麼快 數上他的外則 淺藍色彩衣 近至騰雲 今場都在一起看 繼續看 精靈勇士 上季有一段 都頗好 連出閘的反應都不錯 不過來到今季 特別是看這一場 早段有點黏 不過不要緊 稍後再和大家研究他的操練 這一場前置三隻都回來了 好眼光一直貼爛 最後還彈掉 之後他再出也會贏 所以我相信這一組 那個水族會有差不多 近至騰雲少少虧了二碟 第二段的時候他嘗試想走上去 誰知道內蘭那隻好眼光又頂他 所以沒有了 唯有緊守在二碟第二位 近至騰雲 這個精靈勇士也是 然後第三 他也曾經一度想逼前一點 看看可不可以跟得上 但沒辦法 因為頭馬實在太厲害了 好眼光 最後還是很輕鬆 一放到 之後再出又再贏 其實這一組絕對不差 見到近至騰雲 最後都是收僵 緊守第二 回來跑第二就算了 至於精靈勇士也是 落後三個馬 給跑第三 比起後面的馬 基本上已經脫開了一層 來到今次 精靈勇士 我有信心他可以快回閘 我看看近期的部署 就是講到12月9日 和快步速拍這一課的草閘 看看過往 其實精靈勇士 都有類似的操練部署過 就是彈閘 過往曾經彈過兩次閘 其後再次出賽過一場 都可以贏到馬 所以我相信這個操練手法 都是針對式部署 希望他去到上陣的時候 交回好少少的雜傷反應 如果今場做到的話 絕對有機會贏 加上一檔 所以A膽5號的精靈勇士 然後B膽 選一筆有班底 1號的奧游戰士 其實看他近期 評分都已經不斷不斷地回落 他由上季集中跑一些吸制賽 今季季初也是2、3級賽跑過 結果當然沒有表現 但不是輸得很遠 近兩場跑一班仍然還未得 所以今次減到下來99分 可以替他報跑二班賽事 相信他可以憑了級數 可以在谷操這一邊 都可以有成績 因為始終雖然近幾場 跑一些吸制賽和一班 他賣不到尾 但前段的速度也是穩定地快 希望他今場可以吃少少吸數 熬一下班底 在這組隨時都夠贏 B膽選到1號的奧游戰士 然後配角 剛才看片也見過 就是要到3號的近志騰雲 補充多一點 除了上場跑得不錯 即是安分手機跑到第二 其實近期操練和上場兩次出賽之前 都是類似的 就是說到在松化那邊試過閘 不播了 因為其實他的閘也是試得不錯 相信他現在和上場幾次出賽的時候 維持得到一個不錯的狀態 所以在這裏 贏就未必遇到他 但配角一定要選到 就是3號的近志騰雲 而去到最後一選 也想包含9號的暖在里森 上場都是今季 有些連貫走勢 贏馬那場谷操日馬 很出色的時間 然後上場增情上去千二 就普普通通 但也不代表他在二班不行 看回今次 縮下來一千 加上近期的雜 重化雜 十月九日這一貨 都可以看一看 因為他也是雜商反應 挺吸引 這貨雜裏面 抽住是五檔起步 好 出閘 停一停 看到也是按住這樣涌出來 看這一刻就可以了 所以相信他現在暖在里森的狀態 也是重拾回馬時候的水準 以及繼續給多一次機會 我相信他一千米絕對比千二米好多 所以在這裏也留下他 就是9號的暖在里森 第八場 這裡也和大家總結一下 A膽選到5號精靈勇士 B膽要到1號澳遊戰士 兩匹背腳想起3號的近似騰雲 和9號的暖在里森 好 禮拜三晚兩場 重心意重彩都和大家分析完了 其他場次的心水都歡迎你 留意我Facebook專頁 和回頭也可以看YouTube社群 禮拜三大家一起贏多些 拜拜 拜拜